今天来读约拿书第一章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拿书第一章 约拿书第一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雅米泰的儿子约拿 说 你起来往尼尼维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约拿却起来 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 吓到约帕 遇见一只船 要往他失去 他就给了船架 上了船 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 躲避耶和华 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 海就狂风大作 甚至船几乎破坏 水手便惧怕 个人哀求自己的神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 为要使船倾歇 约拿以下到底舱 躺卧沉睡 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 你这沉睡的人啊 为何这样呢 起来 求告你的神 或者神顾念我们 使我们不致灭亡 使我们不致灭亡 船上的人彼此说 来吧 我们撤迁 看看这灾临到我们 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撤迁 撤出约拿来 众人对他说 请你告诉我们 这灾临到我们 是因谁的缘故 你以和事为业 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一国 属哪一族的人 他说 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 那创造沧海 汉地之天上的神 他们就大大惧怕 对他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已经知道 他躲避耶和华 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他们问他说 我们当向你怎样行 使海浪平静呢 这话是因海浪 越发翻腾 他对他们说 你们将我抬起来 抛在海中 海就平静了 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 是因我的缘故 然而那些人 竭力荡奖 要把船拢岸 却是不能 因为海浪 越发向他们翻腾 他们便求告 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 我们恳求你 不要因这人的性命 使我们死亡 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 归于我们 因为你 耶和华是随自己的 意志行事 他们虽将 约拿抬起 抛在海中 海的狂浪 就平息了 那些人便 大大敬畏 耶和华 向耶和华献祭 并且许愿 耶和华 安排一条大鱼 吞了约拿 他在鱼腹中 三日三夜 年轻人参加 很多人又被咬出了 那些人便 优优独播剧场